请不吝点赞 多谢赵老板 金宝药材送回 送到回生药铺 前那里一位兴起的年轻姑娘说下便是 原来是周贤帝呀 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赵大哥 小弟刚刚得知你找回了那批货物 于是想去雅座想向您贺起 却发现您人不在那里 猜想您应该是急着来仓库清点货物 所以就过来瞧瞧 果然被我给猜中了 恭喜赵大哥失而复得 真是再好不过了 这全靠这位申少侠和他的伙伴们呢 要是没有他们 那我这一年的生意就都白做了 哦 原来如此 像申少侠一行这样的侠士豪杰 小弟可是巴不得多认识几位呢 赵大哥怎么不帮小弟引荐一荐啊 这位周仲为周公子呢 不但家财万贯 也是青楼寻仙楼的主人 人称杭州第一贵公子 平日与老夫茶酒相交 是位风雅潇洒之人哪 周公子不但个性豪爽 也喜欢结交各方能人一事 如果申少侠打算在杭州待上一段时日 那周公子会很欢迎你们成为他的座上客的 周某不才 长久以来安逸于施酒之粉之间 所以最是仰慕申少侠这样的婴侠豪杰 今日能结识几位实感荣幸 还请多多指教 这位是申子俊申少侠 年纪虽轻却十分精明干练 寻找被劫或我 这种全无头绪的事 与他如探能取物般容易 贤弟有什么难办的事 或许申少侠也能帮得上忙啊 赵老板过奖了 在下只是运气好而已 在下沈子俊拜见周公子 这三位是我的朋友 白方瑶姑娘 燕南青燕姐姐 还有何商之何大哥 我们出到杭州 人生地不熟 有多多需要指点之处 以后还请周公子多多指教 说到难办的事 我这才想起来为何来这里了 赵大哥 上次约好要和你共饮 开封樊楼的最终魁 今天得知你找回货物 正想拿出来喝几杯庆祝庆祝 那只我打开仓库一看 只见里面的酒坛东倒西歪 珍藏的最终魁 不知被谁一谈不胜地 喝了个精光 然而仓库的门和门锁好端端的 不像被人闯入狂 那偷酒贼到底是怎么进去的 我仍然猜想不透 之前的约定 也因此只能作罢了 这的确是件怪事啊 或许那偷酒贼善于开锁呢 幸好这被偷的只是酒而已 贤弟无需为了这个在意 记得下次换个地方藏酒就是了 赵大哥说的是 赵公子 抱歉打扰你们的谈话 有燕姑娘这样的美人愿意帮忙 在下岂有拒绝之灵 不过 我没把仓库门的钥匙带在身上 得先回去一趟才行 劳烦申少侠你们 稍后来寻仙楼的后院一趟 在下会在仓库旁等候你们 贤弟 老夫就继续留在这里 清点货物了 重要妾酒贼这种事 就交给你们年轻人了 赵大哥有生意要做 这种小事自然不敢劳烦您了 沈少侠 那么咱们待会见 周某告辞 周公子请慢走 感谢周公子几位大驾光连 这就是发生窃酒怪事的仓库 在下刚刚把库门打开 确认里面的样子 与上次打开时一模一样 多谢周公子 那么 小女子这就入内一探 燕姑娘不用客气 尽管查看便是 蓝姐姐 在仓库里面可有什么发现吗 虽然还不敢说十拿九稳 不过 我大概知道窃酒贼是谁了 不愧是蓝姐姐 马上就看出了窃贼的身份 很简单 因为 窃酒贼应该不是人 这白色的毛发 看来似乎是雕属之类 不过雕属 怎么可能喝掉三四坛的酒 周公子好眼力 会喝酒的雕属 我还真想起眼瞧瞧看 蓝姐姐 我们能抓到这谢酒贼吗 这应该不是难事 不过 依照时辰方位推算 要找的这小家伙 得等到晚上才行 哈哈哈哈有趣有趣 那么这件事就麻烦你们了 燕姑娘 如果抓到了这谢酒贼 还请务必带来让在下开开眼界 难道是领取吗 这领取不是吃纸双云之吗 而且他说白色毛发是不是 自当如此 等我们找到了他 再带着他来向周公子道歉 多谢燕姑娘 既然还得等到晚上 请容在下先走一步 回去忙些生意上的事情 各位找到偷酒贼后 再来这院子里找在下如何 我习惯夜里在凉亭里喝酒赏月 到那里应该就可以找到我 既然如此 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若申少侠你们喜欢设下这个庭院 也欢迎你们在这里多待些时刻 那么在下先失陪了 蓝姐姐 你说晚上才能找到那偷酒贼 那么咱们此刻 这三株大树很巧的展在同一个图就上 蓝姐姐所说的地方就是这里 接下来就回客栈房间等待录夜吧 神少侠您的房间就在闭店二楼 从旁边的楼梯上去便是 请好好歇息 差不多快到害死了 就是前往上驻大树巨神之处吧 哎呦我没有说我见笑 我没有说有见笑的出现啊 我我我没说哦 那是你说到 公子 那偷酒贼应该就在这里 接下来就请交给切吧 小家伙 我知道你就躲在里面 公子 这只白雕能通灵性 并非凡物 它自称小钟离 是一位仙人养在身边的灵宠 蓝姐姐真厉害 连雕鼠说的话都能听懂 话说 小钟离这名字 似乎有什么含义 钟离全在八仙之中 以好久闻名 哎不是凌取真是令我失望 既然这雕塑的主人将他取名为小钟离 那么人喝掉三次弹球也就不奇怪了 公子 小钟离求我们救出他的主人 虽然不知道那魔头是何等角色 不过若是要救人 我们可以尽力试试 小钟离说 他的主人和那魔头 一直都藏匿在寻仙楼里面 避人耳目 什么 那魔头 就躲在寻仙楼里面 神大哥 我们得快去警告周公子才行 还是那魔头是周公子 啊那个那个图案啊 那个立会的眼睛瞇瞇眼 一看就知道有问题 剧情都是这样演的 太好了 周公子看来平安无事 啊 哈哈 托各位的福 在下在此好端端的 嗯 你们脸上的表情 看起来好像有些紧张 该不会是在下说错了什么 周公子请别误会 我们紧张的 是其他事情 哦 偷酒贼就是这只可爱的白雕吗 这小家伙眼睛咕噜咕噜的 看起来很有灵性啊 他叫小钟离 在寻找主人时 发现仓库中的美酒 因为声线好酒 忍不住就把醉终葵给喝光了 哈哈哈哈 原来他叫做小钟离啊 那就难怪了 看在他对酒挺有品味的份上 就原谅他这一次吧 不过 这种事可是下不为例哦 小钟离多谢周公子的宽宏大量 周公子 你身为寻仙楼之主 这阵子 是否有察觉到什么不寻常之处 有魔头躲在寻仙楼内 这 着实是难以相信啊 别装的 你又是魔头吧 寻仙楼的事我都交给掌柜打理 平常很少待在那里 若要说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约本一个月前 开封城的朋友介绍一位叫秦楚楚的歌寄给我 我看了推荐信之后也没多想 就让他进了寻仙楼 他的歌声舞姿都不错 颇受客人们好评 自他来了之后 杭州城里确实发生了一些怪事 该不会这个女生就是寒无沙吧 有这么好猜 也有人向我提起他带有一股妖气 叫我多留一些 但我都当做是无极之谈 也没当做一回事 听周公子这么说来 很可能就是那个秦楚楚 记得前几日帐房说他请侍女来告假 说因为伤风坏了嗓子 要在房间里尽量上一阵子 若无药事绝不许去打扰他 如今思来 他的房门一向有侍女看守 自他进寻仙楼以来 从没人进过他的房间看过 这诸多可疑之处 莫非真的是他 公子爷 不好了 不好了 李全 发生什么事了 从没看你惊慌成这样 公子 寻仙楼里出大事了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大堆 浓得像墨一样的黑色雾气 像要吞雕一切般四处弥漫 四下转眼间就陷入黑暗 哥继和客人们都吓得魂不覆体 争先恐后地逃个近光 刚刚还灯火通明的寻仙楼里 已经半点灯光都没了 只剩门口和窗子里 透着黑色的雾气 事情变成这样 小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只好赶快来找公子您做主 这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咱们寻仙楼明明就是 间普通的青楼 那些黑雾却是哪里来的 周公子 这怪事听起来极不寻常 九城与卢左小钟离 主人的那个魔头有关 我们陪你一起去寻仙楼那里 瞧瞧如何 那就太好了 多谢陈少侠 有你们在旁 周某就安心了许多 咱们这就去寻仙楼看看吧 周公子您总算来了 下官接获通报赶来这里 原本还想这里能出什么妖艺之事 但一看这光景 大家都只有面面相聚 不知所措的分 周公子 吴某多年来从没见过这样的光景 这奇怪的黑雾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吴都尉 周某也很纳闷这是怎么回事 寻仙楼只是普通的酒楼 周某也只想老实做生意 怎么也想不出 为何会发生这种怪事 吴某也相信此事起因 与周公子无关 好在此刻黑雾只留在寻仙楼内 并未继续往外散除 不过没人敢冒险进去 我只能派人先在两边守着 但若这不能在天亮之前解决 必定会往外传开 一旦寻仙楼发生妖艺之事 传进了知府大人的耳里 他必定会下令调查 寻仙楼就得暂时关门大吉 那时候咱们就算想帮周公子您 也帮不了了 吴都尉说的我都明白 这该如何是好啊 周公子 吴都尉 这黑雾的确大费寻常 既然此时涉及妖艺 自然不易由官府介入 不如就让我们入寻仙楼一探如何 吴都尉 伸少侠一行是周某的朋友 他们虽是民间辖士 但所知广博 武功高强 有他们出马 或许就能解决这件事情 原来如此 这样就再好不过了 那么就麻烦伸少侠你们进去查个究竟 吴某和兄弟们会在这里守着 希望一切顺利 多谢吴都尉 我们会尽力而为的 我们刚才明明是从徐县罗的大门进来的 怎么看起来全然不一样了 这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那黑雾就是某种强力咒术造出的乱戒 凡是他所到之处 地脉及一切虚实都会被扭曲 从这里的光景看来 似乎是二楼走廊的一部分 看来黑雾的源头 有可能是那歌技的房间 看来周公子果中 那个叫秦楚楚的歌技 嫌疑重大 这么说来 我们得想办法找到那个房间才行 不过 这里都变成乱戒 随便走动 多把也是徒劳无功 蓝姐姐 与此 可有什么好主意吗 借能力有限 看不穿这么强的迷雾乱戒 不过 小钟离似乎有什么好主意 小钟离说 在此 他能感觉到主人的所在 他会在前面引路 让我们跟着他走 我明白了 小钟离的主人所在之处 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房间 发现 这是在有氧运动的时候发现有个新闻 做什么气而灭换徒步环岛三十天台湾 然后想说气而灭是谁啊 你们看 这门前居然有侍女守着 看来我们要找的地方就是这里了 这房门后面 是 透出极强的邪气 产生黑雾乱戒的根源 肯定是这里没错 既然如此 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有多少能耐 这疾症 才能鲍在第一个 走 因为我国家的技能 相比较 我我们是几十多年 公子 法陣上的紫禁 就是黑雾异界的来源 所以 只有毁掉法阵 才能解除寻相格的异见 那紫禁 就在咫尺之处 如果再靠近一点的话 神大哥 你可千万别冒险 让我来轰掉这个 讨人厌的玩意 还是姚妹厉害 早知道你有这一手 我刚才就不用多紧张了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 只是心头一热 闪电就发了出去 这位应该就是小钟离的主人了 太好了 我们总算帮小钟离 找到她的主人了 有可能 不过 这得等她清醒之后才能知道了 咱们就趁现在赶快离开这里吧 嗯 这位小兄弟 就让我来背吧 咱们走 那就有劳何大叔了 沈少侠 谢天谢地 你们回来了 刚刚寻仙楼里的黑雾 开始慢慢退去 逐渐恢复了原貌 我急着想进去找你们 但吴都尉劝我等你们出来 想必 你们是找到这次怪事的原因了 啊 何兄背后背着的那位是 啊 我们除掉了房里的妖艺之缘 还发现了这位小兄弟 因为他昏迷不醒 就顺便把他救了出来 原来如此 那么在下就不多耽搁你们了 沈少侠 今夜全靠你们支柱 才得以解除寻仙楼的异象 若是没有你们 这些年来的辛苦 就会毁于一旦 周某于此真是感激不尽 大恩不言谢 待这次事件尘埃落定之后 必定择控登门拜访 接时 再让在下好好酬谢各位 浮温客亲 周公子是我们的朋友 能帮上忙是我们的荣幸 周某明白了 几位还请慢走 这里是 小兄弟 你可算醒了 诸身上下 可觉得还好吗 小钟离 原来你也在这里 是你带着他们来救老夫的吗 带着韩宁沙 老夫姓纯宇 单名一个宿命的宿子 请教你们二位尊姓大名 在下深紫君 请淳于前辈多指教 我是空铜派的白霜阳 也请您多指教 不过淳于前辈 您看起来年纪还小上我一些 就算说是个十岁的孩童也不为过 老夫恢复同行另有原因 并非远就如此 不过这个一时三刻也说不清楚 既然如此 在下有个主意 我们就称呼您为 小前辈 如何 小前辈 听起来不错 就这样吧 何大叔 蓝姐姐 你们回来了 在那个房间里 可有什么发现吗 那的确是叫做 秦楚楚的歌迹的房间 她和她的侍女 不知去向 而房里除了地上的法阵之外 并没有留下多少 可说明她真正身份的东西 看来那位小兄弟似乎醒了 太好了 让我来帮她瞧瞧 希望禁锢她的风神符 没有留下什么伤害 等等 我似乎认得你 莫非 你是王巫山韩玄子前辈之徒 李琼玉 我是子监真人 坐下的纯玉素 你应该还记得吧 这位小兄弟 切名叫燕兰青 指兰若青的兰青 而且 从未听过韩玄子 与李琼玉这两个名字 十分遗憾 我想你应该是认错人了 不 我不应该会认错的 我们曾一起修行数年 那段期间 朝夕相处 我把她的容貌 牢牢记了下来 而你的容貌 神韵与贫孝 与她一模一样 宽如当年的她 如今就站在我面前一般 燕姑娘 你当真不记得 我说的这一切了 莫非 这世上 真的有与她如此相似之人 世上的事无奇不有 或许就有这样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呢 却虽然不是你口中的那位李琼玉姑娘 不过 看在这奇妙的缘分上 却倒是十分乐意 暂时全冲那位李姑娘 让你得以一解思念之情 燕姑娘说笑了 老夫绝无此意 无论如何 还请原谅老夫刚才的失态 并再次感谢 各位的营救之恩 小前辈 对此不用客气 说到这个 这个小前辈之前说 我们闯进去的是妖女 韩临沙的房间 这韩临沙 可就是情楚楚吗 那到底是什么来头 我小孩子要怎么配 但是老夫 应该配年轻人的 比较年轻一点 根据老夫 昏迷中模模糊糊 讲差不多 这边 那妖女本名叫做韩临沙 清楚楚是她对外使用的身份 老夫由于功力为父 没人鼓入她的邪术 为她所情 她企图吸引去老夫的修为 远迫作为急 很难 因为我怕会变太老的声音 但她这妖女太老了 潜伏在杭州城图谋 并不只有如此 老夫听过她对某个人 毕恭毕敬的说话 哎哟 对某个人 毕恭毕敬的说话 谁啊 因为小孩子我这样配 我老夫没猜错 似乎有一个比他 更厉害的背后支持者 暗中在对杭州城 进行某个非比寻常的 重大阴谋 若不阻止他们 杭州可能会遭到 莫大的凶险 沈大哥 在寻仙楼 遇到的乱戒黑雾 就够吓人了 如果还有个 更厉害的人在他后面 那更是不敢想象 听小前辈之言 这批妖人肯定很难对付 我们这边也给找厉害的帮手 装到这种才行 还好这样的帮手 眼下就有一位 这种声音我最不会配 只是 由于猪斑缘故 原本的工地学为大师 而这样配 清劳清劳的 只怕到时候 老夫反正会拖累你们 多谢小前辈 您愿意帮忙就已经足够 能得住您的渊博见识 这批妖人就不足为据 那么以后 就请小前辈 您多指教了 见识 老夫这就下床 略作打点 咱们早点回城里 查访那些妖人的下落 多当歌一课 能多才就多一份危险 看到小前辈 这么有精神 肯定是等不及 要大展身手了 行 杭州城内充脹独的病患人数 与日俱增 若不早日除掉 瘴毒的根源 情况只怕会越来越严重 没想到在这里 有个如此轻悠的所在 公子 这里的风中 弥漫着一股不寻常的兴气 我想小前辈应该也察觉到了 闻起来像是某个得道修炼的 精怪之术 不愧是小前辈 精怪之类的事 我们可是听都没听过 神大哥 这岩碧有什么奇怪之处吗 说来奇怪 我觉得这里似乎有些不对 可是 又说不出到底哪里特别 你们是来找他的吧 我知道早晚有人会找到这里来 但不论如何 求你们救救他 这位兄台在下名叫申子俊 与几位朋友来此 寻找前堂将出无名障毒的来源 虽然不明白兄台刚才这番话的意思 不过隐约觉得 可能与我们要找的东西有关 如果兄台有朋友需要协助 我们很乐意助你一臂之力 不过能请兄台先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吗 多谢神少侠 在下董玉 乃是一介书生 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我也不知从何说起 先让你们看看这个 你们就会明白了 这黑绿色的雾气 无非 就是水中战毒的来源 那弥漫在风中的腥味 的确是来自于这一带的僵属 水中战毒对生父修为天人 修为之人毁害不大 却足以让普通人患病 不过眼前的绿色胀气虽然厉害 却与那战毒全然是两回事 小前辈 那么水中的战毒 又是哪里来的 应该是从灵素身上来的 灵素 董兄 这是那女子的方名吗 那位灵素并非凡人 而是即将修成金钛的金冠 蛇金 嗯跟情主属是一样的吗 等一下 怎么会两个身份 好不早好乱哦 为什么搞那么乱 小前辈 如果灵素姑娘身受如此重伤 我们就应该设法帮助她 况且 她还是董兄的朋友 且慢 这女子到底是佛邦神圣 还尚在未知 而若要前往深处的洞窟 得先通过前面这些青色胀气 这可是比江水的战毒要可怕十倍的东西 我愿意自己的性命保证 零素不是坏人 不论如何 我求求救救他 将军小军他必死无疑 等一下哦 霸剑的时代是在哪里啊 宋朝对不对 然后这个书生 然后又是蛇 然后假设 这个不是韩尼沙的话 不是韩武沙的话 然后这个人叫灵素 白兔真哦 不要闹了啦 哪有那么刚好 哪有这么刚好 既然如此 请董兄把有关灵素的一切告诉我们 我们斟酌之后 再决定要不要帮这个忙 好 咱们先到外面去 我会把所有的事物 都告诉你们 大人生两年之前 我父亲赶考落地 回到故乡杭州之后 心如死亏 为了排遣失望之情 每天四处晃荡 放浪心海 不知道何去何从 一日我偶然来到此处 看到一名白衣女子 虽然她并不多话 仍然告诉我她叫灵素 支持我们每天前来正与守候 希望能再遇到她 虽然灵素 并不常这里 守住带兔之下 也总能被我遇到 随着谈话的次数增加 我们逐渐熟识 聊了话也变多 我想她请出自己的苦恼 让我彷徨 她也总是 静静地听着 当我心访的时候 她要陪我一起读书 偶尔也会问我书中的 经论道理 正在我写的诗文 就是这样 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 知心好友 这真是一段佳话呢 后来呢 这样过了半年之后 她终于向我打开了心扉 让我知道她真正的身份 她其实不是的 而是一条练成人形的白蛇径 她给我解开幻象的浴符 带我进入她所住的水晶洞 就是刚刚去的那个洞窟 她说 水晶洞 是前趟龙王的居所 她只是代替龙王 留下了看守洞之中的 自保镇水珠 镇水珠 是前趟龙王保护杭州的神物 龙王上离子手 随便让未列掀起的蛇精 保管这水珠 这几天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件事我没有多问 也全人不在意 之后 我用浴符自由进出水晶洞 林叔总会在那里等着我 我们在江边和洞里 过着愉快的时光 直到几天前 当我一如往上拿着浴符解开洞 洞口的幻象之时 突然有道红影从我身边尿过 只往林叔所在的方向而去 我急忙往前奔去 只听得林叔一声惊叫 一个红女女子手持一把匕首 深深插进她的胸口 接着后面的台桌 夺取了镇水珠之后 转身看着我 便 便宜笑到 要让我救不了林叔 眼睁着看她死去 说完后 她像冰府般在洞里四处飞裂 最后向我扑来 我眼前一黑 就失去了意识 但我之后清醒过来时 洞里不单满是藏性 还有青黄色的雾气 挡住去路 我尝试要强行 闯过去救林叔 但我一靠近那个雾气 我就胡桃发紧 闯不过气来 试了几次之后 也只能放弃 这红衣女子太可恶了 杨妹子别冲动 账毒于我们 或许不算什么 但洞窟内那些 青黄色的雾气 可却全然不同了 蓝姐姐 那黄色雾气 这么厉害吗 燕姑娘好眼力 那雾气 的确十分厉害 哦 是寒霖沙哦 昨天聊了 寒霖沙之外 应该没有别人 刚才 这件事老夫子管定 小前辈决定要管这件事 那就再好不过了 老夫的境界珠服 虽能化解青煞血障印 但仍需设法穿过那剧毒的雾气 才能将珠服贴上 小前辈 记得您刚才说过 碧毒神丹护体 所以 若能取得这样的丹药 就有可能穿过那毒物吗 虽然仍有风险 但这是唯一的办法 若是说到碧毒丹药 我们正好认识一个精通医术的朋友 齐燕君齐姑娘 她人现在 就在杭州城的回生药铺 若是如此 求申少侠务必请她帮这个忙 齐姑娘为人热心 必定会愿意替我们想想办法 这还用说 那就麻烦申少侠你们了 听你这么形容 那毒物应该相当厉害 一般的碧毒药物不敢保证有效 除非是九丈九神丹 这药名 听起来很厉害 沈大哥 九丈九神丹 是我爹的独门药方之一 看来这九丈九神丹 应该能派上用场 若君妹子 可以麻烦你帮我配这药 配这支丹药吗 沈大哥 配这九丈九神丹 并非难事 不知燕君妹子有什么请求 沈大哥 不要你答应我 绝对不会自己使用这丹药 齐姑娘不用担心 这九丈九神丹 这九丈九神丹 却又再下来使用 为了就 为了就林薯姑娘 再下甘愿赌上这条命 就不会让身上小冒一丝一毫的险 什么 你要吃 你吃了就挂了 然后你就变 你就变排 沈大哥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多谢燕君妹子 我们会尽快回来的 我们会尽快回来的 你去哪里 哦 回去吧 去哪里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